看來就是交通報 現在在撒催做揮桌的 這客廳車強行的制度 現在已經正式實施了 各地這客廳車的業者 有哪能向這個管企業主管機關 提出這個路線的經驗 人家很多 台北車老子前 運將輸給很辛苦的白班 甚至打算台北宜蘭包車 一千塊這麼好康的事情 只要四人平均一個人 只要兩百五十塊 所以的優價不斷起的影響 現在有一些民眾 整個外塞車在這裡路上 搭載坐坐計程車 為了美鳳民眾搭載坐計程車 驚高部 現在正式 說是計程車搭載坐最關辦法 未來全台灣國地區計程車 驅車可以用 管企主管機關 提出路線經驗 主管機關 可以變高客戶裡面 輸給幾個路線 驅車經驗 高朗部表示 只要兩人以上 就在共同坐計程車 人越多 越相似 就工程部分 他整個費率上是由地方政府來決定 那原則上來講 他可能會定兩人 三人或四人 這樣的一個工程費率等等 但基本上應該也都會比原來的負擔減心很多 不過高朗部接觸說 有實施辦法 道頂這個路線都要設定固定的交互站 介紹的標誌也要放在頭前的明顯的所在 民眾單車的時間也要講清楚 車裡面要提供新鎖電位 不就就是希望提供民眾一個暗箱 道頂坐計程車的平台 一家早播的